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历史架空小说《极品佳丁》 作者 语言 演播 猛哥 第三百三十集 感觉怀里的郊区渐渐冰冷 望着安毕如古井不波的表情 林宛容辩觉不对 心里哎呦一声 老子今天下午吃羊肉吃多了 怎么说出这种羊话来 本来温馨以你的气氛 刹那间消失殆尽 这就叫做乐极生悲 林大人心里懊悔不已 起来吧 外面的人走了 安毕如轻声说道 脸上兴不起一丝波澜 默然望着他 那表情便当他是一个完全不相识的陌生人 两人还是紧紧贴在一起 可是与刚才的火热相比 此时的二人一个是火焰 一个是海水 不起来 林宛容脑子里念头急转 嘻嘻一笑道 师父姐姐生气了 我就不起来 你笑一笑 我再挤了 要不我再给你讲个笑话 两个饺子结婚了 送走客人后 新郎回到卧室 竟发现床上躺着一个肉丸子 新郎大喜 忙问新娘在哪 肉丸子害羞的说 讨厌 人家脱了衣服 你就不认识了 拜托 姐姐 你笑一个嘛 我讲的很认真的 安毕如静静看着她 眼中亮晶晶的一言不发 对这位外表放浪的安姐姐 林宛容一直有种奇怪的感觉 仿佛在这个世界里 他们两个才是性格最接近的人 一样的阴险狠辣 一样的多愁善感 一样的漠视礼法 一样的放荡不羁 从前两个人之间 嘻嘻哈哈 暧昧朦胧 倒还没有什么感觉 眼见她突然一下 不理自己了 林宛容便失去了 一个最要好的朋友 心中刹那之间 空荡荡的 你讲一百个笑话也没用 你倒真以为 我方才是听你笑话才笑的 我与成王须与伟 一二十余年 却一直没让她占到便宜 若不是此次她以我苗窄安危相比 要我陪你一晚 就算是全天下的男人来了 想逗我一笑 那也绝不可能 安碧如脸上闪过一丝骄傲 淡淡地望着她 眼中渐渐蒙上一层水雾 林宛容闪过一丝心迹的感觉 紧紧搂住她的身躯 咬牙道 那老王把他瞄着安危比你 妈的 我去砍了他 再去砍了他儿子 再砍他孙子 砍他祖宗十八代 姐姐 你笑一笑啊 你不要吓我 小弟弟很胆小的 你笑一笑啊 笑一笑 小弟弟就教你跳钢官舞 安碧如微微摇头 杀了他又能怎样 杀了一个城王 还会有十个 百个 千个城王会站起来 你杀得完吗 至于笑吗 他脸上现出一个惨淡的笑容 轻声道 以前对你笑的还不够多吗 现在 请你放开我 林宛容听得发愣 是啊 以前安姐姐没事的时候 就对自己笑咪咪的 虽然无时无刻不再算计自己 但那感觉却充实而又甜蜜 现在他不笑了 自己心里越发的堵得慌 把手放开 感觉还住自己的手臂 还是那样有力 安碧如望着他 轻声而又坚定道 不放 林宛容大声道 放了你就跑了 我到哪找第二个白脸叫抓你啊 安碧如辩戏法似的 也不知从哪里掏出一根银针 望着他道 我的手段你是知道的 你以为这样就能拦得住我吗 这个 林宛容无奈苦笑 安姐姐的武器还真是神出鬼没呀 自己随身携带的两杆枪 一杆舍不得对安姐姐使 一杆详实 人家却又不让 他从到这个世界泡妞以来 一直是无往不利 该调戏的调戏 该勾引的勾引 基本没有受到过大的打击 眼见这个貌似放浪的安姐姐却突然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让自己无从下嘴 心里的郁闷是可想而知的 还从没见过他这么捏头捏脑的样子 看样子是受了很大打击 安婢如望了他一眼 一狠心道 人生哪能尽是欢乐 该当聚就聚 该当散就散 我与你相处的日子 甚是开心快活 当然 今晚除外 听他言中 隐隐有厌世之意 林宛容吓得一跳 急忙紧紧抓住他 姐姐 你不是要落发为你吧 你可别吓我 我这开水 还没泡过不长头发的茶叶呢 安婢如摇摇头 非是落发为你 成王答应了我 过了今夜之后 便会把我苗寨百年安危 我在外面飘荡了这么多年 累了 想回苗寨看一看 回苗寨 林宛容睁大了眼睛 姐姐 我也跟你去看看吧 我好久没去过手术民族了 我在那里 骑马抢亲 再把你抢回来 安婢如听了响笑 却又强自忍住 瞪他一言 你当我苗寨是什么 皆是男女两情相悦 自动结合 哪有什么抢亲的 林宛容哀了一声 懊恼道 是我记错了 抢亲的可能是蒙古族吧 你们苗寨中讲究的是 男女两情相悦 看来我和姐姐你 还算不上相悦 安婢如淡淡扫他一眼 咬牙道 你是仙儿的相公 我是仙儿的师父 叫我如何与你相悦 正因为你是仙儿的师父 那才更有味道吗 这种话在这个关口 他可不能说出口 啊 还有 师父姐姐你让我对付宁仙子 我和他才刚刚开始 你这一下要走了 我该怎么应付啊 他说到这里 四处张望了一眼 按照理论来说 宁玉兮现在应该就在自己不远处 安婢如摇头道 你放心吧 他那么聪明的人 自然知道什么时候该出现 以他的能耐 大概早就看出了 我与你是串通的 不过 这也无所谓了 他跟在你身边 只要你施展对我的那些手段 战胜他不是问题 我对你有信心 安婢如每件事情都安排好了 看来隐退之心是早已定下了 想起他那日夜闯天牢 拼死相救的事情 估计他是准备以性命相训了 林婢如心里感动得一塌糊涂 匆忙中找出个理由 急急道 姐姐 程王说派你来勾引我 你要是就这么走了 他明天看不见你的人影 不是会怀疑吗 安姐姐淡淡道 你放心吧 今夜我会一直留在房里打坐的 你就好生安歇了吧 林婢如急忙跳起来 姐姐睡床 我去打坐 好几个月没练功夫了 要是再不加把劲 就要被姐姐你赶抄了 安婢如转身道 你天天到处乱转 不肯静下心来 就算再练上一百年 也超不过我 要你打个什么座 林婢如早已爬上椅子坐好 苦恼点头 我也想与姐姐一起睡床 但是男女瘦瘦不亲 师父姐姐长得跟仙女似的 我定力又差 要是不小心擦枪走火 那就不太好了 所以还是分床睡吧 等以后再喝床好了 与这小子说上一会儿话 真是扰乱心神 安婢如强自吸了几口气 平心静气 慢慢的呼吸平缓下来 竟然缓缓睡了过去 本来是一个十分美好的入木之夜 就算不能真个销魂 但是摸摸抓抓占些小便宜 那是免不了的 却被自己一句话搞成这个样子 失策呀 真是太失策了 林大人懊恼欲死 坐在椅子上打瞌睡 方过了一会儿 却听见安姐姐轻声道 你过来 睡我旁边 这个不太好吧 说好了要分床的呀 口中如此说 他跑得比猴子都快 一咕噜钻到床上 闻着安姐姐淡淡的芳香 卖乖道 安婢如仙手伸出 微带着颤抖 轻轻抚摸他的头发 林三儿 这个世界上人心庞杂 难以揣测 虽不敢说人性本恶 但作恶之人却是不少 你恶行不少 但心思却不恶 比无数的伪君子 都墙上百倍 那是那是 感觉安姐姐温柔地 抚摸自己的头发 心里无比的平静 他急忙点头道 我是真小人 绝不做君子 不管是真君子 还是为君子 安婢如淡淡点头 认识你以来 有两件事最让我感动 你知道是哪两件吗 见林三儿摇头 安婢如轻轻一探 一件事微山湖上养伤之时 赶会精灵前一夜 你唱的那首难听的歌 姐姐 虽然我今夜说错了话 但你也不能这样打击我吧 我唱歌得过奖的 那能叫难听吗 林婉容委居说道 世上只有妈妈好 有妈的孩子像个宝 投进妈妈的怀抱 幸福想不了 安姐姐微笑摇头 当时听你唱这歌 只觉得你很傻 现在想来 大概是我傻 姐姐 其实我唱那首歌 真的很难听 我妈以前都说过的 林大人难得 老师一回 低下头小声说道 安姐姐放声大笑 笑着笑着 却泪珠落了下来 这第二届嘛 就是你为了维护我 连性命都不要了 我闯进天牢之时 心里只有一个想法 与你死在一起好了 早知有今日 当时就把你杀了 在自己抹了脖子 总比现在心都死了得好 林婉容大惊 急到 师父姐姐 我是无心的 你可不要吓唬我呀 如果没有心 如果没有今晚的那句话 其实 我们是可以相约的 安碧如忽然 冲她妩媚一笑 满脸的泪珠 灿烂耀眼 像是满山绽开的梨花 林大人便昏昏沉沉地 睡了过去 第二日一早醒来 却见身边空空如也 安姐姐便像一只 飞过的红艳 不留下一丝踪迹 唯有枕边胃干的泪痕 仿佛诉说着什么 林婉容抹了抹眼角 心到今天天气不好 露珠都吓到眼睛里了 呆呆望着那湿透的丝枕 想起昨夜安姐姐的浅言低语 她直直地发愣了半嗓 忽然轻叹一声 唉 你这该死的温柔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 坑